上次提到慣性坐標系跟非慣性坐標系 我們現在來舉一個例子吧 好,這邊有一台公車 這公車呢,向右前進,所以速度向右 而且呢,有一個加速度向右 我們搭過這個公車司機把油門把它這樣子吹下去 踩下去,所以加速度會向右 那依照我們這個生活的經驗呢 這公車上面不是有拉環嗎 這個拉環應該會向後擺 因為我現在踩油門嘛 踩油門公車吹下去 所以拉環應該會向右擺 那如果這個公車司機踩的這個油門齁 剛好它就是踩一樣的大小 一直踩一樣大小 所以它就做一個等加速度向前進 那麼這個拉環呢,它應該就會偏離前直線 會往反方向擺 擺出一個夾角我們把它叫做θ 這一個θ角呢,如果我產生等加速度運動的話 根據這個生活經驗來講 我們這個θ應該會保持一個定值 如果你踩的A很大的話,這θ角應該就比較大 如果你踩的A很小的話,那這個θ角應該就會比較小 那這是我們生活定值 如果你這個A是定值的話,θ就是一個定值了 這是生活經驗 如果我們今天要來分析這件事的話 好,上次才講了冠性跟非冠性坐標系 所以呢,我們就想這樣 欸,車子上面有一個人 來看這件事情 還有車子的下面也有一個人 來看這件事喔 好,那我們現在可以知道 車子外面的人 他是靜止的還是 還是加速度的呢 他是靜止的嘛 所以這裡,這個外面的人呢 我給他寫一個冠 不是冠寶寶 他就是一個冠性的觀察者 那車子裡面的人呢 是一個非冠性的觀察者 我們現在同樣有一個現象 就是拉環偏離了牽直線 θ角這件事情 給冠性也就是外面的觀察者來看 還有非冠性也就是裡面 跟著公車一起做等加速度運動的觀察者 來看同一個現象 好的,那我們現在來分析這個現象了 好,那我們來分析誰呢 你到底是要分析這個環啊 這個拉環,對不對 這個拉環 那我們用誰的眼光來分析呢 我們先用慣性的觀察者 來分析這件事情好了 因為我們之前都一直在使用 慣性的觀察者的角度 因為我們之前在學淨力學啊 或者運動學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假設我們站在地板上 來分析球或物體的運動 先從慣性的觀察者 來分析這個環的運動囉 好 這個環呢被吊起來 好 這個環做什麼運動 我是外面這個人 看到這個環跟著公車一起坐 環做什麼 環做等加速度運動啊 而且值是多少 值就是a啊 好 這是因為 整加速度 運動 我觀察到它做整加速度運動 外面等於就看到這個拉環就是跟著向右走嘛 好 那來畫這個環的力了 環第一個先受超距力 環的只要是m的話 它就會受到一個mg的力 好 然後呢 再畫接觸力 這個環受到一個向右上方的接觸力 叫做t 好 那這個我們可以把這個t給分解了 沿著水平跟牽直方向 如果這個角度是θ的話 那我相信這個角度也是θ 所以這個叫做tsin 分解出來的水平力 那分解出來的tcos呢 就叫做向上的力了 這個t可以變成這兩個 好 那這就是這個環所受的力了 再檢查一次 超距力就一個重力 那接觸力 這個環被繩子拉了 所以就只考慮一個接觸力 成長力 好 那這個環會怎麼運動 向右座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囉 我們來寫一下 這一個環應該會遵守的運動方程式 應該是牛頓第二吧 因為合力不為0 所以f等於ma 這是對於環來講的 所以這個環呢 有兩個方向喔 第一 這個環的有兩個方向要來考慮 第一個方向叫做牽直方向 牽直方向呢 向上的力要等於向下的力 為什麼 因為這個環只是向右座等速運動 它並沒有在這個牽直方向上 有所改變 所以牽直方向上是不動的 所以tcos要等於mg 那麼在x方向就真的要帶入f等於ma了 f等於ma 所以呢 在t 在水平方向就有一個tsin的合力 它會等於我的質量乘以加速度 所以我們就得到兩條方程式了 接著呢 我們把這兩條方程式相除 相除 我就會得到一件事情 這邊是cos 除以sine 會得 g除a 所以最後我得到一個結論 這個a就等於 g 乘以sine 除以cos 這個sine 除以cos呢 我們把它簡略寫 就變成什麼呢 就變成tang 哇 所以 我就得到一個結論了 a等於g sin tang 我們來考慮一下 跟我們的觀察符不符合呢 根據這個力的分析 我們的觀察是 呃 這個角度如果固定啊 我這個加速度應該也是個定值嘛 加速度如果是定值這個角度就固定 可以從這個公式裡面觀察到 加速度如果是個定值 比如說它是五分之一G好了 那麼 這個tang就是五分之一G θ就會是一個定值 所以跟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觀察是完全吻合 如果我做等加速度運動 這個角度就是一個定值 好 所以 我現在問你 如果 我在外面來看 看到這個夾角是45度的話 那麼 tang是就等於1 那這時候我就知道 啊公車的加速度跟g一樣大 超快 跑超快的 那所以說 我們如果想要量公車的前進加速度很簡單 你就量這個拉環的偏離角是多少 把偏離角拍一張照片 把偏離角讀出來 取個tang乘以g 我就可以知道公車的加速度有多大囉 好 這個是環對外面的觀察者來看到的 他做等加速度運動 那接著呢 我們就會很好奇了 同樣的事情 如果給裡面的人來看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所以我們現在來分析這個事情 但是今天是裡面的人來看喔 好 一樣的事情 我們再寫一次 對於這個環而言 但 我今天 是 非慣性 也就是 跟著車一起跑 有個加速度的人 來看這個環 好喔 這個環把它畫出來 第一個 我們來畫這個人所看到的吧 好 我剛剛忘了講了 這個人看到環會做什麼運動 這個人會看到窗戶外面的樹啊 電線桿啊 車都在往後跑 但是 這個環就跟 相對於這個裡面的人來講 他就靜止在那邊不動了 這個環就維持了一個角度 維持跟牽水鍵擺出了一個角度 不動了 相對這個環 人是不動的 所以人看到環 環 是靜止的 很特別吧 這就符合我們 之前講相對運動所提出來的觀念 同一個事情 給不同的人來描述 會得到不一樣的觀察 不同的觀察 好 現在這個非慣性的人來看 這個 一樣嘛 重力 這個人一樣看得到重力的 再來就是 這個人一樣看得到有繩子啊 所以繩子會有一個 繩張力 而且這繩張力的分解還跟剛剛都一樣 因為 這個人看到的夾角跟 外面的人看到的夾角 根本就是一樣啊 所以水平就 t sin 牽直就是 t cos t cos 好喔 那他看到靜止 那你看 痾... 牽直方向上 t cos 這個我可以接受 這個我可以接受 向上的力等於向下的力 所以 這個環在向上 向下的方向上 是靜止的 那水平呢 這個t sin 這t sin沒有人跟它平衡 我們會看到有一個向右的力存在 可是卻沒有一個向左的力 但它卻靜止了 這件事情 就跟我們 上一個影片 講 慣性坐標系 非慣性坐標系的時候 發生了一樣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上次那個影片 他丟球的時候 明明就是直直的丟 結果這個球往右邊偏轉了 那個右邊的力不知道哪裡來的 但是球就是往右邊偏轉了 今天同樣的道理啊 明明就有一個t sin 向右的力 可是 它卻靜止了 環卻靜止了 所以這東西根本就不滿足牛頓定律啊 如果是牛頓定律要滿足的話 靜止就應該怎麼樣 靜止就應該 靜止就應該要合力等於0才對啊 所以 裡面的觀察者就發現 哎呀 這牛頓定律 不對了啦 這牛頓定律不對了 可是其實 這裡面的人 他 他會覺得說 他也想要用牛頓定律啊 他 他也覺得牛頓定律是對的 所以 雖然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非觀性坐標系 非觀性的觀察者 他觀察不到牛頓低運動定律 他觀察不到正確的牛頓定律 但是 如果 我們 讓 想要 我們有個企圖 想要讓裡面的人也可以用牛頓定律 那我們就要做一件事情 在左邊是不是要加一個例 如果 我們 在 左邊這邊 加上了一個例 這個例呢 我們把它稱為 假例 或者是 假想例 如果 如果 有一個例 它 往左邊 平衡掉我們這個 往右邊的sine set的話 欸 那這一個 環 就禁止 然後滿足 合力等於0了 所以 對於 裡面的觀察者 他也想要用牛頓定律啊 他 雖然他非觀性坐標系 他 牛頓定律會不成立 但是如果我們 放開我們的心胸 我們說 欸 裡面的觀察者 我們也讓他有一個 可以用牛頓定律的機會 好不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要做一件事 我們要引入一個 假想例 這個假想例是什麼呢 是 裡面的人才看得到喔 有加速度的人 他才看得到 應該說他才感受得到 假想例 外面的人是沒有的 那引入這假想例的目的就是什麼 目的就是要讓 裡面的人看到的環 裡面的人看到的環 也會滿足牛頓定律 好喔 那我們現在來寫下這個式子 在牽直方向上 合力等於0嘛 tcos等於mg 在水平方向上這個 假想例 我們先讓這個假想例 這假想例有個值 這個值呢 會等於ma 這個a就是車子的加速度 我並沒有說出為什麼他要等於ma 先請各位跟著我的腳步一起來看 如果我今天裡面的人也想要用牛頓定律的話 我就要引入一個假想例 而引入這個假想例的大小必須要等於ma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個等於ma 我們先接受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 因為它靜止嘛 所以 向右的例 tsin 就要等於向左的例 ma 哇哦 我們就看一下哦 剛剛我們用慣性的觀察者寫出來的式子是tcos的mg tsin的ma 那我們現在呢 用這個非慣性的觀察者寫出來 如果假想例的大小等於ma的話 我們會得到什麼 我們會得到一樣的方程式 我會得到a等於g乘以什麼 tangent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一模一樣的方程式 也就是說 藉由這個方程式 我知道這個假角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個車子的加速度是多大了 所以 裡面的觀察者跟外面觀察者 如果 我們讓假想例的值都是ma的話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一樣的方程式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為什麼 因為不管是裡面的觀察者還是外面的觀察者 他都可以看到這個假角 是一樣的啊 裡面如果看到45度 外面沒有理由看到別的角度啊 外面也會看到45度 所以這個角度對他們是一樣的 所以 這個 裡面的觀察者跟外面觀察者應該要看到 一樣的角度 所以他們得到的這個方程式的結果 應該也要一樣 所以就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就令 假想例 它的值 要等於ma 這樣的話我們才可以讓裡面跟外面的觀察者 都得到一模一樣的結果 好的 那如果裡面看到45度 外面也會看到45度 裡面就會認為 哎呀 這一個a它就等於g了 外面的也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這台公車的加速度也等於g 所以這樣裡面跟外面就得到了一致性 那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假想例 要等於ma的原因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說 喔 我知道裡面的人 他是非冠性坐標系 他的牛頓定律會不對 但是如果 我想要他也可以用牛頓定律的話 那我們可以做一件事 我們引入一個例 叫做假想例 這個假想例呢 只有裡面的人 非冠性坐標系 才看得到 然後呢 這個假想例 他的方向 是與我們的 A 反向的 然後他的大小呢 要等於ma 如果這兩個條件都滿足的話 我們就發現 A裡面的人也可以用牛頓定律了 合力等於0 然後左邊的力等於右邊的力 就相等了 然後呢 而且他裡面的人會得到 A等於G tangent 跟外面的人得到的 A等於G tangent 會一模一樣 他不會說 你看到一個角度 跟我看到的角度不一樣 而且 他們兩個人都可以 測量出公車的加速度 外面的人 讀了角度之後 就測量公車的加速度 A 裡面的人 得到了 角度之後 也可以測量出 公車的加速度喔 所以 我們會引入這個 假想例 好的 然後呢 這個假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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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說說看 我們引入假想例的目的 也是有兩個喔 假想例的方向跟加速度相反 大小等於ma 它的目的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讓 非慣性坐標系的人 也可以使用 什麼 也可以使用牛頓定律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阿 因為牛頓定律實在太好用了 連裡面的人都想要用 所以呢 我們使用假想例 就是為了讓 非慣性坐標系的人 可以使用牛頓定律 只要你加上一個 加速度反向 而且大小等於ma的例 那你就可以也 也用牛頓定律了 不用管你是不是慣性坐標系 這是第一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呢 還蠻酷的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 外面的觀察者 他用的 他看到的物體是在 環是在做等加速度運動 其實這個叫動力學 也就是說這個環是在運動的 然後呢 裡面的觀察者呢 他看到的環是在做靜止的 是在做靜力學的 所以我們使用假想例的目的呢 就是反正這兩個人來看 都會得到一樣的結果嘛 對不對 都會得到a等於g tangent 那我們就有兩種角度 可以來分析這個問題了 一種角度叫做外面的人 外面的人呢 看到的東西叫做動力學 物體在做等加速度運動 裡面的人看到的叫做靜力學 物體在做靜止的這項運動 那我想說的是 其實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動力學跟靜力學這兩個角度 你都可以自由的選取來解決這個問題 A等於g tangent 但是 往往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用動力學 好快喔 一下就可以解出來了 但是有時候呢 我們用靜力學 這個問題反而變得非常的簡單 所以呢 假想例的使用 就提供了我們一個選項 我們可以把原本動力學 動力學的問題變成靜力學 而把原本靜力學的問題變動力學 看你選哪一個觀察者 來觀察這個事情 而一般來講 靜力學會比動力學來的更簡單 更容易分析 因為你只要處理合力等於0就好了 所以假想例的引入 提供了我們一件事情 它可以讓動力學問題 轉化成靜力學問題 可以讓事情變得非常簡單 好 那這個就是假想例的兩個目的 讓非慣性的觀察者 也可以使用牛頓定律 或者是把動力學問題 變成靜力學問題 好 那最後呢 我們來提一下假想例的例子 假想例的例子呢 我們來想一下有沒有去過這個 呃 遊樂場玩過咖啡杯或八爪魚 那咖啡杯在旋轉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怎麼樣 你就是就是這個咖啡杯 然後呢 你在這個咖啡杯 你人在這咖啡杯裡面 然後這個咖啡杯會繞著一個槓桿 讓著一個支點 然後呢 開始旋轉 轉圓圈 你就在裡面很開心的轉圓圈了 這時候你會感覺到什麼 裡面的人齁 你在裡面的時候 你在這個裡面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 哇我要被甩出去了耶 所以這個東西呢 裡面的人 它是一個非慣性坐標系 然後呢 我就會感受到一股 哇我要被甩出去了 離心力 這就是一個假想例的例子 就是說 在裡面的人 在咖啡杯裡面的人 他旋轉 他才會感受到離心力 在外面的人來看你 如果外面這裡有一個人 這外面有一個人 這個人來看你 就會看到你在做什麼運動 他看你在做等速旅圓軸運動 他看你在做等速旅圓軸運動 然後他就會覺得 嗯 你需要一個向心力 向心力 你需要一個向心力 fc 才可以讓你怎樣 不會沿著切線方向飛走 所以對於這個外面的人 它是一個慣性坐標系 它會認為你需要向心力 它會認為你需要向心力 所以 呃 這個外面的人來看 你需要向心力 才不會好像繩子斷了 然後你就沿著切線方向飛走 而這個 你可能需要這個 有一個機器手臂 幫你綁住提供向心力 所以這個機器手臂呢 是一個非常 欸 這個機器手臂提供的力 是非常的 呃 真實的 它是一個真正的力 機器手臂嘛 如果你把它想像成繩子 你把這繩子砍斷了 你就飛出去啦 對不對 所以 的確是需要一個向心力 來維持你的旋轉 但是裡面的人呢 裡面的人就會感受到一股 被甩出去的離心力了 那離心力是一個假力 如果 這咖啡被不旋轉了 這 這 你就感受不到離心力 或者是說 你換一個人來看 就看不到離心力了 所以這個離心力是一個 假想力 好 那這是假想力的最 基礎的一個 一個 一個例子 那還有一個就是科試力啊 科試力 科試力也是假想力的一個例子 科試力的原由是這樣子的 我們每天都在地球上旋轉 所以呢 我們其實 廣義上來講 嚴格的來講 我們 坐在這裡 看影片 根本就不是在一個 慣性坐標系 你覺得你禁止 其實你再跟地球直轉 所以呢 你會受到一個力 這個力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科試力 它也是一個假想力的例子喔 好